Om 阿拉巴 撒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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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礼本子自家牟尼夫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化 被千万皆难遭遇 我今家闻得出自缘 皆如来真实 以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好 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居士论 居士论现在讲第四品 第四品当中正是宣说 业的本体它有略锁和广锁 广锁当中讲业的自信 业的自信讲优标业和无标业 那么现在讲无标业的时候 居士论真的有时候 你们也可能觉得这个词也是很难记 然后很难捅到 词句也是比较枯燥 有这样的 我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想这个是 年轻一点的时候一定要精通 我要发愿 如果这辈子实在是有些地方学得不太很好 但这一辈子最好有很多名词结下一个很好的善愿 下一辈子如果真正听到了居士论里面有些名词的时候 可能马上都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吧 所以我们真的有些可能居士论是比较难懂有这种感觉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发愁也不要觉得这是无所谓的 这是对佛法的一种诽谤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居士论有什么学的 居士论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用的 它不是什么 这样的话真是 我想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对居士论还是学得也很不错的 这方面很有兴趣的 很有信心的 这也可能是前世的因缘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我们好好地学下面讲居士论 昨天我们讲的无标业吧 现在这里无标业讲的时候 也同时世经论是告诉了我们无标业的各种分类 它的各种体像在这里也已经宣说了 昨天已经讲了无标业 并不是他们有始终的一种译造 是佛经当中有依据的 他专门每一个依据都讲了 只不过有些依据在进步当中解释的时候 解释的方法有点不同 其他都是有可靠的依据 那么今天讲无标业 它是通过什么样产生的 就是讲它的因 因大众的差别 余界说是无标业 刹那大众中产生 和有过去大众生 他说是我们余界当中的无标业 比如说恶界或者三方面的一些别解脱界 还有一些十几个月当中不杀生那样的中界 凡是我们欲界当中的这些戒律 欲界当中的这些无标业的戒律 它的因是什么样呢 我们就问 它的因既然是大众 肯定是大众 因为它是大众所造 那么既然它是大众的话 它的因的大众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们是这样说的 说是刹那大众所产生 一方面它无标业的因 与它同时的刹那大众作为它的一个因 所以开头的时候与它同时的刹那作为它的因 然后过了以后后有过去大众生 那么第一刹那是与它同时的大众作为它的因 然后第二刹那以后 它过去的大众作为它的因 它是有两种因 一个是与它同时 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那个无标丝吧 无标丝我相续当中有一个别解脱戒 别解脱戒的话 那么这个别解脱戒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身体上面的身体群体的大众作为是因 然后我已经获得了别解脱戒 从此以后 那么过去的大众作为因 它同时的只不过是起一个缘的作用 真正的因就是过去的大众作为因 它是这样认识的 这就是有始终的一个观点 这是无标丝大众的因 就是宋诚里面这样讲的 然后犹如生即与之业 子敌大众作为因 那么我们这样的无标丝 那么这样的无标丝 实际上是 它属于哪一地 它属于哪一地所色 它说是犹如的这个游标业 我们这个生的游标业和欲的游标业 就是有两种吧 那么这两种游标业的话 一般来讲 这个生和欲的这些游标业 全部是以子弟的因所色的 因为离开了子弟以外的话 它是以爱相隔 所以不能作为它的因 这是这个子弟所色的 然后无路随处生大众 那么无路的这个无标业的话 那么它是 比如说它这个人的身份 就是属于哪一个戒当中的话 无路的无标业 从人身份的角度来讲的话 那么它是属于哪一处的 然后无路的无标业 它自己的本体来讲是 因为无路法它不属于戒 所以它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它是颂词当中应该这样讲的 既然千文咒一切大众作为因 那么无标色是由于自己同时的大众产生 还是由不同时的大众所产生的 这个无标色的戒律也好 无标色的业是与他自己同时的大众产生的 还是非同时的大众产生 提出这个问题 他这里说 属于欲界的戒 恶界还有众界所舍的所有的优标色 是第一刹那与四季同时的四大众产生 这是指能产生本体的大众 就像是轮子在地上转动要用数来推一样的 这个比喻也很恰当的 他这里说 比如说我相续当中 不管是受了什么恶界也好 善女方面的戒律也好 中界也好 那么这个中界的因肯定是大众 就是自相续的大众 那么自相续的大众的话 那么它的因是同时还是非同时呢 他说第一刹那的时候 应该是与他同时的大众作为因 比如说我们这个轮子在地上要转的话 首先我的树没有推的话 这个轮子不可能旋转 第一个就是首先用我的树来转的 然后过了那个以后 在地上直接滚过去了 地上直接旋转 所以那个时候不需要你用树的推力 不用有树的动力 不用动力 同样的道理就是 那么你获得了别解脱戒以后的话 获得了不管是你的恶界也好 还是一般的女儿也好 那么这些受到了以后的话 从此以后作为过去的大众 作为你的因 不需要现在的大众作为来推动 本来他们有始终这样认为的 这个游表色和无表色是不相同的 游表色和无表色全部是我们身体的大众来产生的 这个是他们承认的 但是游表色产生的大众和无表色产生的大众的因 他们说不是相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无表色是依靠一个非常细微的大众来产生的 然后游表色是依靠比较粗大的大众来产生的 因此他们认为游表色产生的因和无表色产生的因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我的相续当中的话我输一个别解脱戒 我输一个别解脱戒当时我合掌这些算是优表色 优表色这个戒律的优表色 然后我相续当中的别解脱戒它的本体 按照有始终的观点来讲的话它是无表色 但是相续当中的别解脱戒是我身体的细微的大众所产生的 然后我外面这个合掌这些优表色的话 它是一种透明的色法这种透明的色法 也是身体的一种粗大的大众产生的 因此我们《世经论师的自识论》 还有一些大书当中专门讲了 因此无表色的因和游表色的因不相同的 不是同一对大众产生的这是他们的观点 当然俱舍论很多都是按照有始终的观点来解释的 如果我们用大乘的观点来讲的话 本来这个游表色我们前面也讲了 实际上它也是不太成立的 是真实实体没有的 既然实体没有的话 那么细微的大众或者粗大的大众来产生的分析 也没有多大的必要 但是他们观点的说法我们一定要精通 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应该记住 它是怎么讲的呢 就是说它这个身体 此后有过去的大众所产生 那么第一次刹那截你相续当中生完了以后 有过去的大众产生呢 因为身体群体当中 具有现在的所有大众 只能作为以身知法存在的益处 因为它身体当中现在群体的大众 大众的话它能依靠的作用 然后过去的因给它推动力 它真正的因是过去的 如同轮子转动的地一样 转动的地它相当于是现在我身体的大众 现在的身体大众就像是转动的地方一样 然后我们地面上把轮子转动的话 首先是用树的推力 从此以后不用树的推力 也是它自己转过去了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的无标色的因 首先是与它同时的四大 然后过去的因来起作用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就是这样 那么到底由于自己一地的大众所产生 还是用他地或者其他地的大众所产生呢 比如我们相续当中的优标业 优标业也好 无标业也好 那么这些是自地的大众所产生的 还是一地的大众所产生的 有这个问题 有楼的身与优标业 无标业是有露的身和语言 有标业和无标业 它这里面把无标业和优标业全部都已经讲了 我们依靠身体的优标业和无标业 还依靠语言的优标业和无标业 那么这些由自地的大众所产生的 而不是由他地的大众作为因而产生的 原因是什么呢 被一地的爱所割断 比如说我相续当中的 意思就是大家知道 我相续当中的别界头的无标业 这个无标色 只有我欲界的自地的大众 它可以作为因 然后无色界本来都是没有什么大众 所以色界或者是色界第一次而成的大众 不能作为我身体的优标业和优标业的因 所以不管是你的优标业也好 无标业 它有漏的这些优标业 无标业的话 全部是以自地所舍 它的因 它的四大应该以自地所舍 不然有漏的话不可能是 我们自己心里面想一想 也是应该会推得出来的 所以刚才说 凡是有漏的优标业和无标业的产生的四大因 全部是自地的 不可能是用异地的 塌地的 不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有我们众生的相续当中的贪爱所割开的 所以比如说我们第一禅的四大 第一禅的四大不可能作为因 然后我们欲界的人的身体 欲界的这种优标业和无标业的戒律 这些都是产生 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不可能的 但是跟无楼法有点不相同 他这里说 无楼的无标业 由自己转生的所依之大众作为产生的因 意思就是说 无楼的无标业吧 无楼的无标业的话 它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 它自己转生的所依 它这里是所依 你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话 那么无楼的无标业的因就是这个大众 比如说我现在获得了第四禅的无楼无标业 无楼的禅定戒律 我获得了无楼的禅定戒律 那么我的身体是欲界的身体 欲界身体的话 刚才无楼的禅定戒律的因是什么呢 就是欲界的四大 也就是说 我自己是欲界身份 如果我是色戒身份 获得了无楼的禅定的话 比如说我是色戒里面的第一禅 那么第一禅的身份 获得了第四禅的这种境界的话 实际上它是第一禅身份 因此它的因应应该是第一禅的四大 它的这个身份 是由于大众所造的 必须易于大众 因为无楼他们也认为是无楼法 还是大众所造 所以它必须要依靠大众而产生的 由因此无楼法是 而不包括在戒的凡处内 所以必然不存在 所谓由此大众所产生的说法 还有一种 刚才是从身份方面来讲的 然而无楼法它从自己的角度来讲 无楼法它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前面第一篇当中也讲了 所谓的无楼法它不包括在三戒当中 它不包括在三戒当中 所以从无楼法它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自己不属于任何戒 因此我们没有判断 它属于哪一地大众产生的 无楼法它自己的本身来讲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人的身份来讲应该是有的 人的身份来讲 所以比如说我获得了第四三的无楼戒律 获得无楼戒律的话 自己的本身来讲它不属于任何戒 因此没有戒的范畴应该这样 因为不会从无楼大众当中产生之骨 无楼大众当中不可能产生 无楼大众当中也不可能产生 它是不属于戒的 所以这个原因我们已经讲了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下面讲五标四 五标四它有一些本体的差别 然后产生的因方面的不同也讲了 这些稍微难懂一点 但后面的一些道理比较起来的话 这个也是比较易懂吧 只不过我们刚开始很多人听一次 稍微有一点点可能是 如果你听了两三次或者辅导几次 这样的话应该好一点 其实原来银派法师 他讲的《俱舍论》的讲迹还比较广 应该讲的有些地方还是讲得很不错的 我看到汉文上面的讲迹当中 他的讲迹最少也是 《俱舍论》当中的有些道理确实已经懂了 但是有些地方可能我们没有传承的话 不一定看得懂有这个困难 下面我们讲 五标舍有它的一些特点 它有几个特点 五标舍为五指数等流所生无级别 这个五标舍它本体上面有几个差别 它本体上面有三个特征 什么三个特征呢 所谓的五标舍它是五指数 我们前面第一品当中讲的有之数和五指数 它是属于五指数 它是等流生的不是异数生和张扬生的 然后它是有级别众生相续所舍的 意思就是说众生相续所舍的 那么下面我们广说的可以 这是五标舍的三个特点吧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它的五个法相 第一品当中也讲了 这次我们很多人还是从居士论的理解当中来讲 也应该很不错的 五标舍为五指数 就是等流生于有级别 就是有级别 这是三个特点 然后这个五标舍就是等流至数大众生 那么实际上它自己的本体是五指数 也是等流生的 然后下面就是说 欲界当中的五标舍它有什么样的因呢 它说是等流而产生的 还有就是受有级数而产生的 不同的大众而产生的 禅定戒和五楼戒就是因大众的五标舍 它是通过三摩顶而产生的 也就是通过等次 通过禅定而产生的 然后它的大众是五指数 它的大众是五指数 然后它是张扬生的 然后还有通体而产生的 下面我们颂词里面 这个颂词讲完了以后 讲义里面应该好懂一点 若问五标舍是有之数还是五指数 是三生当中的那一种 这个问题已经讲了 那么五标舍实际上是五指数 就是五指数 为什么说它是五指数呢 由于五对法 它无解五对法 大家都知道五标舍是没有什么阻碍的 它是凡是四大产生的一种法 但是它是没有真实的苦乐的所以 就是我们前面也讲了 这个所谓的五指数 主要是没有什么感受 因此它这里来讲是 所谓的五标舍 它的本体是五间五对法 非为苦乐之所以 它不是苦乐的所以 因此从五标舍 它自己的角度来讲 它可以说 它的本体是一个五指数 它自己 比如说五标舍今天痛了 五标舍很痛苦 五标舍今天不开心 这样的说法肯定是没有的 因此俱舍论的主师 一些满赠论师 他也说了 五标舍无有所处 他说 五标舍无有所处 实际上他们的居舍论有始终是这样认为的 说是五标舍的戒律 人的身体当中就像是 沉地因地一样的方式来存在 只是有这种 身教里面有这种说法 但是真正要让他们讲 你看那个居舍论 五标舍的戒律的这种设法 到底是身体的外面还是在里面 如果里面的话 就是在心脏里面 还是在肺里面 还是在鼻子里面 我们这样一一地观察的话 恐怕因为优势众 他有时候只知道他的观点就可以 然后真正我们去观察自己心的本性一样 去分析的话 在名言当中也是 他们可能是没有真正的答复 因为这是众派的问题 所以小乘当中的有些 只不过我们说法一定要搞懂 然后说法搞懂了以后 我们经常在辩论场所里面 很多人不敢说我是优势众 不然我是优势众的观点来吃这个观点 然后别人给我辩论的话到时候不好说 说是我站在我的观点当中 但是居舍论他有他的观点 他的说法是这样这样 这样说完了应该是可以的 因此我们这里说 五指数他的本体是五指数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方面是无间无对法 他不是苦乐的说意 所以应该是五指数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五指数的本体应该是等流生 为什么呢 为了除了生者以外其他都是同来而产生的 这也是有时他们这样认为的 他前面有一种同类而产生的 五表色他有他的一种因 他自己有同类的因产生的 他说他不是异熟生 因为他必定是善和不善之一 有表色或者是善法 或者是不善法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无极法是没有的 如果他是异熟生的话 那么异熟生的果就是无极法 我们前面应该讲过 所以他不是异熟生 如果是他异熟生的话 那么他肯定就变成了无极法了 因为五表色或者是善或者是不善 他们有时总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善和不善之一 也不是张扬生 还有这个无表色应该是刚才说的灯牛神 它不是张扬生 如果是张扬生的话 那么我们比如说按摩或者睡觉 这样你相续当中的戒律 这样就开始增长了 但是没有这种情况 因此本来这个无表色 它不是微层几句的 然后那天我们也学过 张扬生的话 它的本体是西约的四大微层几句 那么它可以产生的 因此我们说它不是这个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它还是也有这样的 因它不是微层层几的色法之故 这是它讲了是灯牛神的原因 然后他们认为无表色是有级别法 有级别法 无级别法 前面我们也已经讲过 但不知道这些名词应该是 还是大家都比较清楚吧 如果清楚的话 我看我们那天考试的时候 好多道友比较敏锐 里面有很多问题记得比较清楚 这样学据述论不是很困难的 因为居士论不像宗观和大悦门一样 大悦门和宗观的话 首先讲起来的时候 真的好像懂一样 没有什么不懂的 然后越讲越深 越讲越深 最后一点也不懂了 宗观的居士论和英明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害怕 这个一点都不懂 好像头都已经昏昏绰绰的 实在是不行 是不是我的脑袋已经长大了 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越学越的话很简单 因为这个是抉择我们一般的一些名言法门 所以名言的法 我们世俗的眼光来看的话 也是越来越学 宗观的居士论是比较好懂一点的 所以关键你能记 那么有极别法 他有无表色的话有极别法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他是众生相续所舍的 他是众生的 他自己的本体都是无知数 但是他应该是众生的相续当中所舍的 不可能是 小乘也不能承认为是师徒有无表色 因为师徒不可能受比丘戒 所以如果不是众生的相续所舍的话 那么这块大师徒也是今天受了比丘戒 或者今天他受了恶戒 有这种说法 但这个根本不可能有的 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应该是众生相续所舍 这是第一个问题 刚才我讲了 无表色它的本体上面有三大特点 一个是无知数 还有是灯牛产生的 然后它具有极别的特点 它记住这三种特点 这是从他的本体来讲的 这是讲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等留知数大众生 就讲这个问题 那么无表色因大众是有知数 无知数等 或者无表色的因是大众 这个大众是有知数还是无知数等 到底是什么样呢 问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讲 欲界无表色的因大众是等留于有知数大众所舍 这是从因的角度来讲的 刚才是他的体的角度来讲的 那么欲界的无表色 欲界当中的 比如说有些众生相续当中的戒律 那么这个戒律因的大众是灯牛 灯牛在它前面的大众的因 还有有知数大众所产生的 有知数大家都知道有感觉的大众所生的 原因是它有同类于现在身体群体当中的大众产生 这是他们这样讲的 但是你如果真正要详细分析 比如说我们欲界当中的一个比丘戒 或者是一个萨弥戒 那么这个萨弥戒他们认为是无表色 他们无表色一方面是同类的大众产生的 一方面是有知数的大众产生的 那么有知数的大众产生 同类的大众产生的话 到底有种说是哪一个大众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 本来身体当中有四大群体是无数的 这样的话你身体上半部的大众群体产生的呢 还是下半部的身体的大众群体产生的呢 还是其中的一个群体产生的 还是所有的大众群体产生的呢 这样分析的话恐怕有始终他们自己 这方面也可能没有分析 因为他们的宗陪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了 如果你真的要想分析的话 那么比如说到底戒律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 然后无标色的话你们既然承认它是一种色法 既然是承认一种色法的话 那到底是身体的哪一个四大群体聚合的时候 才开始产生的 所以它的同类的因在什么时候开始存在到 其实有些地方的话我们要详细分析的话 应该值得分析 但是居舍论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为什么大臣说所谓的戒律 就是断除恶性戒律的本体 为什么这样呢 那天我们讲三戒论的时候 也是有些人说是得损 有些人说是断性 有些人说是无表色 但是这些都是不适合合理的 应该是大臣所讲的那样的 断除恶性的种子和习习 这个是作为戒的本体 这个是非常引力的 否则我们真正无表色在身体上上下下地要去寻找 恐怕有点困难 因此他们说的时候这样说的 他说是戒律无表色的因大众 一方面是他同类的大众 还有有之数的大众 有之数的话我们有心事的身体 有心事的大众作为他的因 愿意是同类和现在群体当中的大众作为他的因 这就是欲界的七种生语所得而言的 我们这个欲言和身体吧 欲言和身体的话 就是身体的不善业 然后欲言的不善业 总共有七种 然后心的不善业 他这里没有说 比如说有漏的这种无表业的话 我这个不杀生有一个四大的群体产生 然后不邪业的话 也是有不同的群体所产生的 然后不说妄语也有 所以他七种生和欲的所段 都有不同的大众群体所产生的 这样说的 如果是禅定戒和无露戒律的话 是一种大众群体所产生的 它就不分 有露和无露有这方面的差别 这是《俱舍论》的其他论典当中也这样讲的 《等此中所产生的无表业的因》 他这里无表业 刚才前面可能没有讲 颂词里面是由三摩地所产生 所产生的什么呢 就是无表业的因是大众无知数的 其实他这里 《等此中所产生的无表业》 指的是禅定律和无露戒律 和禅定戒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吧 禅定戒律 因为他们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获得了圣者的无露戒的时候 他不作任何恶业 就像当睡的水疤一样的 有一种得损存在 这叫做无露戒 他们这样讲的 然后当你获得第一禅二禅的那种境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又获得了一种戒律 不作任何恶事的这样的一种像水疤一般的得损 所以这个叫做禅定戒 这样的禅定戒和无露戒 这些是通过沙漠地而产生的 《等此中所产生的无表业的因》 大众是五指数的 这个大众是五指数的 为什么说是五指数呢 因为比如说你灭净顶吧 获得了灭净顶的时候 他已经获得了禅定的无露无表色 获得了这个无表色的时候 按照小乘的说法 就根本不会有什么数据的 他已经获得了灭净顶 获得灭净顶的时候 所有的信和信索全部已经灭完了 所以为什么说是五指数所产生呢 原因就是这样的 刚才有形式的身体所产生的 应该是有之数产生的 然后因为这个无露戒和禅定戒 当时我们众生的一般的信和信索分别 全部都已经灭完了 这个时候它的四大群体 就根本不会有什么指数 所以他说这种四大是五指数的 它是从张扬与四大众的相同因众产生的 那么这样的无露戒和禅定戒的因大众 是通过张扬与产生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好好地睡觉好好地按摩 它的灯次修得很好 如果灯次修得很好 那么它的无露戒和禅定戒的因大众 自然而然增长 所以有时候它张扬与产生 和还有四大同类的因是产生的 原因是因此精进而入定而生 刚才比如说欲戒的无标说的因大众 它不是张扬而产生的 这个跟前面已经讲了嘛 因为它不是未曾积居的 但是现在这个他认为 因为通过身体这样好的话可以入禅定 入禅定的话 然后产生无露戒和禅定戒 无露戒和禅定戒 这样一来它可能是间接的因 直接都是不一定吧 直接都是 我看 照样生对于直接的因是不是 可能是间接因 可能是 依靠等次而增长 圣戒的心无有一体 大众也是无有不同 所以它这里我刚才也讲了 一般来讲无露戒律 它只有一个大众群体所产生的 无露戒律和禅定戒律 全部是只有一个大众的群体来产生的 然后它的大众群体是一个的 比如说我今天获得了第一禅的境界 那么这个时候我相续当中的这种禅定戒律 这个禅定戒律实际上我身体当中的 一个大众的四大群体是产生的 它是这样承认的 但是我今天如果获得了 杀到一枉什么都不做的生育的七种所段 如果这样的一个戒律的话 我相续当中的所有的四大群体 有七个四大群体 所以禅界的戒律和沙漠地的戒律 它有这样的差别 因此他们认为禅界的五标色和 沙漠地的五标色的因来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所以有些是张扬生的 有些不是张扬生的 有些当女生好像全部都已经具足了 然后无露的五标色的话 他可能一出生应该没有的 所以这些好好地分析应该是可以的 但分析得太多了 有些人可能做磨算了 今天讲到这里 我在这边的小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